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古代的药物学剧主,李约瑟高度评价苏宋。苏宋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。苏宋还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,五十多年历经五朝,折东朝生为感象。 他为官清正,远避全宠,不利党员,尊治守法,顾全大局,团结民族,托得民心,诉讼历史上。 做一个名臣贤向南,做一个名臣贤相间科学家,那就南上加南。 一个人要在一个领域,领先世界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南,而要在多个领域,领先世界为人类做出贡献,那更是南上加南。 唯独苏宋,他不畏着南上加南,以他五岁父口受孝经,古今师父,皆承送的禀赋才华,以他平生少顺,虽三股整,至五股不复明,的刻苦勤奋,迎南而上。 在从政的同时,五位老虎登攀的崎岖的科学道路上,终于到达光辉的顶点,慧爱渔民此最亲,慧爱渔民此最亲。 这是苏宋任地方官时,所写的赐予王博弈,童年流言诗中的一句,诗言之,苏宋把慧爱渔民,作为当官的最高使命,他一生五次出任地方官,每父一任,都是尽其所能。 身体内行,为民造福,因而身受百姓外戴,提点开封府借诸献正公事时,苏宋见情绪自蒙,白沟,龟,刀刺河,以输鸡内积水,知苍州史,遇黄河泛滥,苏宋经过实地调查研究,提出输引黄河水的办法,他不辞劳苦,深入灾区,亲与其事。 在杭州任内,他计划市区水色百姓饮水补饼,把凤凰山的甘泉水,引入市区坐自来水用,黎明百姓皆大关系,出任江宁之县时,苏宋明察暗访,核实惊产,造册客税,严成一批满产豪税的猎身,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。 在引州支州任上,朝廷围驻黄陵向周县派公,周县纷纷纷加盘匪司,苏宋尚书为民请命,减轻百姓负担,结果任务完成了,老百姓还不知道,苏宋关心民末,体恤百姓的爱民之心。 身为皇帝组织,西宁九年1076年正月,苏航地区再次受灾,在选任地方长官时,宋神宗感慨地说,苏宋人后,必能福安无人,再次委任苏宋前往灾区镇灾,厦门同安苏宋公园,苏宋,从二十三岁入室,直到八十一岁败太子太保,一生同正, 始终把慧爱于民作为最高使命,一个官吏能否清正连结,其根基在于他是否爱民,凡真心诚意为民谋利的官吏,皆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。 而那些以晋升和谋私为目的的官员,绝大多数都陷入了贪污和腐败的泥淘,库里培与喜宁三社人,在苏宋故江,有一座木石结构的甘露亭,亭的东南侧, 至今屹立着一方古朴的石碑,人称顾磊碑,碑的正中应可。 宋喜宁三社人丞相,正简苏宫顾磊文字,丞相是苏宋的官位,正简是苏宋的嗜好,令人困惑的是碑文中, 西宁三社人既非官职,又非嗜好,为什么却惯在丞相正简之上? 更令人不解的是,岁月流逝,八百多年过去后,为何清代人还毕恭毕敬的把西宁三社人捐于北石,宣是过往的大小官员呢? 原来,这与一桩发生在北宋西宁三年1070年有关官员选拔的事件有关。 这一年,苏宋任公布郎中,知至高,负责起草诏书,其实王安石推行新法。 他请求朝廷破壳其法一名地方官,李定到朝中任职,苏宋不反对新法,还对清淼法的施行,提出过有益的建议。 但是,事关魏国选才,苏宋认为要慎之又慎,特别是越级其法,必须是非常之人,生灵显文于使,然后可以压服众议。 而李定经于投机钻营,巧对神宗志寻,一言称之,便受抬官,此乃度越长,各,徽吻法治,使为中书社人的诉讼,与他的同事宋敏求,李大林一起,封还此投,不予聚讨,不肯乞讨任命书,诉讼,宋敏求,李大林,因此被彻职外放,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西宁三社人事件。 时间是无言的批评假,靠美上取巧的列定,终因政绩平庸,不禁笑道,弄虚作假,一再被贬,晚碎趣味,人人唾骂,而坚持原则的苏宋死后却宾客满门,人望一众,天下人高其解,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, 立志是否清明,任才是否得大,事关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,苏宋主张官吏的任用升迁,应遵循既定的制度,特别是他在选拔人才时,坚持连接奉公,一臣不染的高峰谅节,不但在当时被证明是正确的,时至今日仍不失其重要意义, 奉养如韩氏宋史苏宋传,记载,苏宋人管阁教堪九年,仅以伯奉养祖母习母,养姑,姊妹与外族数十人,妻子一,时常不给,而处之艳如,有客上门,竟不能备一拙,苏宋人上书,打相时,却善给长苦不足,为了结用,他常常用财下的碎纸片写字,未尝忘废寸齿, 每捡碎纸,为牵头,稍大者抄故事,当车轿一世盛行图金之风,大兴土墓建设楼堂环所之时,苏宋逆世风而行,向皇帝建言,此前朝廷严禁图金之令,所以借迎使,而吞治素也,经时无名土墓,迎明废财,妄见内外,不及修造,及佛慈,神庙西接近,苏宋已身, 作则,升任宰相之后,他的住宅依然简陋,乃至下属们都说这样的府邸,实在与宰相身份极不相衬,可是又有谁知道,苏宋除此窝炉之外,竟四方无耻穿寸土, 历代史家对人物的评价,都推崇盖官定论,增告撰写的邓司空苏公墓至名中,使这样评述苏宋的青年节简单,加便宜,淡淡不充,乌日色,虽贵,凤养如寒时,筑地经口,紧闭风雨,笔轰,来吊呼着,见其服用减速,皆叹息而去,观至在相,苏宋门前没有前呼后拥的阔绰排场, 没有花前月下,声歌不绝的闲情意志,更没有灯红酒绿,重观铭顶的娇奢人意,陪伴苏宋的,是明月清茶,是政务之余的博览群书,广烈博彩,是咒相传清白讯在苏宋故居,有一副后人摘入苏宋诗句的迎联,是咒相传清白讯,原留同是子亲孙,皆是把苏宋作为名臣贤相, 及其后代清廉从政的基因,苏宋出生在其实是本朝的望族,苏是有识理传家的传统,苏宋的广播知识与祖父苏仲昌的严格家教是分不开的,苏宋的父母对苏宋更是精心培养, 其父苏宋一刻也不放松被苏宋的教育,他每到一地认官,都要为苏宋延聘教师,社学厅,并让叔父及名人子弟与其共睹, 后来苏宋书复苏间及家人为国捐躯的壮烈之举,也深刻影响了少年苏宋,优越的家,庭环境,严格的家庭教育, 被苏宋的承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苏宋的知识和品德都得益于家庭教育, 所以他对家庭格外重视,他留给后人的家庭资料,主要有为公谈训及感世术怀诗, 还有在于庐山苏室大宗总族谱中经过他修订的苏室家规,以及寓于其他诗文中的家庭言论, 苏宋后人及现代研究者,整理出苏宋的家庭思想,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, 一是重视文化知识,他给子孙的戒言是非学合力,非书合习,忠义不倦, 圣贤可及,要求子孙做到广独博学,学贵于秦,二是道德先于文化, 在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的科举社会中,苏宋虽然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, 但更注重道德操守的培养,苏宋道德为先的核心是客进之手, 忠于国家,当国家需要你现身时,你能毫不犹豫地卫国圈区, 他在卫公谈训中,不止一次地包扬他的叔父苏坚卫国圈区的壮烈事迹, 要求子孙世代劳迹,并发扬光大,在如何对待钱财,土地的问题上, 苏宋要求子孙淡薄寡欲,诚信不期,这也是苏宋道德为先的一个重要方面, 卫公谈训三世身教重于严教,苏宋要求子女做到的,自己必先做到, 他处处以行完学作的标准来衡量自己, 在苏宋大量的家训言论中,多数是以自身为教的理学, 因为他认为身教比严教更有力量,四世持家一校, 这是一共,苏宋家教以校为本,苏宋为子孙定立的苏室家规, 所以,开篇就训誓说凡为子孙,父慈子孝,兄友弟公, 辅正辅顺,内外有别,老少有序,苏宋的家教还提倡智氏义工, 他训誓子孙处事毕宫,为官毕连,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, 在对待好友儿子及自己亲属的升迁上都一视同仁,并不特殊照顾, 面对苏宋的家教思想,一种发子心底的敬意油然而生, 一个人杰出,可能没什么了不, 岂能视纣相传清白卷,把子孙培养得着耳不群,才真正了不起, 春秋待续,千年以往,苏宋在科技领域的辉煌业绩, 世人共知,而作为杰出政治假, 输送了廉政思想,亦是流传后世的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, 来源,2018年6月1日, 中国纪检监察报张沧海返回搜狐,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